农历8月15不只是中秋节 也是许多神明诞辰得到的日子 花蓮市盐皮土地公庙 10月1号下午庆祝土地公生日 特别举办了剪刀石头布 拳王争霸赛的中秋连环活动 吸引了很多民众到场共襄盛举 剪刀石头布 裁判指令一下选手们扎起马步 挽起猜拳 这是花蓮市盐皮土地公庙 在10月1号下午为了庆祝土地公生日 特别举办的剪刀石头布 拳王猜拳大载及中秋节 礼民摩采卡拉OK欢唱连环大会 现场吸引了上百位民众共襄盛举 大家除了角逐拳王宝座之外 每个人手上也都拿着摩采券 几乎人人有奖 今天是土地公伯伯的生日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来办一个全地礼民的摩采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的拳刀石头布 拳机的活动 这个拳机活动也已经规范了16届 每年就是在利用8月15这一天 来提供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人民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 我希望利用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 让我们的全体民众 能够到这边 我们也会邀请一些社会团体 来做一些政令宣导 比如说今天有生命限的 我们终于国有协议会的法律宣导 这些都是我们会做的一个活动 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让我们的民众接触到 那像我们的民众呢 都会在利用这个时间 大家全交出来 跟大家一起玩这样子 年平土地公庙主委赵瑞平表示 每年中秋节都会举办连环活动 除了庆祝土地公生日 也借此联系社区居民的情谊 而拳王争霸赛今年迈入第16年 虽然奖金只有1000块钱 不过还是吸引了很多社区民众踊跃报名 为中秋节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却实力群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